字幕提供 出來吧老婆 你走不掉了 老婆 老婆 讓我進來吧 不要啊 你連趙麗永和楊蜜都分不了 我要給你一些教訓 你死定了 這次我要教你分到他們兩個 認不出有多奇怪 他們這麼像樣 大群網民都認錯了 你又不會殺他們 其實認錯人周時都有 許智安被人叫做道德偉 難道他老婆又快點嗎 老公 你是不是肚餓啊 打劈這麼久到門都未爛 想不想煮麵你吃 7月14日都過了 為甚麼搞些恐怖事呢 因為在內地女星趙麗永身上 又再一次出現靈異事件 她不是撞鬼 而是她再一次被人認錯是楊蜜 其實趙麗永出道之後 已經被人認錯很多次做楊蜜 泳姐還慶到在社交網爆洩勁鬧 粉絲為甚麼要把我和楊蜜認錯 十二少 我找了你這麼多年 你到底在哪裡 就算你現在變了個光頭廢老 我都一定會認到你 但是老老實實 你猜個個都好像我認人那麼厲害嗎 趙麗永你也是一次被遊客 叫錯了做楊蜜 有必要生氣到這樣的程度嗎 楊蜜四歲就出道做童星 一一年憑古章劇公爆紅 代表作不計其數 到現在都還是一線女性 但是泳姐呢 2011年因為身還珠格格 先叫做開始多點人識 而當年趙麗永的名氣 遊客一時認不出她 都合情合理而已 你好 不好意思 今晚胖了 出不來 唉 就好像我一直這樣 樣子都被頭髮遮住 如果有一天 我摘起頭髮走出街 你都不認得我了 就算趙麗永真的好不開心 被人認錯 都應該有大把方法 可以處理得好些 展示一下應有的IQ和EQ 雖然趙麗永後來說 當日的處理是年少輕狂 但很多事都不能回頭了 呃 呃 本來我這些小女孩 就不應該出聲 但有沒有想過 為何這麼多年來 網民要不停截圖 不停對比 說你是羊蜜的copy cat 如果年少輕狂 得罪的 只是一個半個小粉絲 但現在很明顯 不是少數 其實點錯 如果想這件事 除非好像農夫的屍骨和綠穎 那樣 立即劃清界線 以正視聽 很多時都會繼續撈亂 最好的處理方法 就是一笑自知 你看 為難為師 媽仔 周志文 周志康 他們被人認錯得少 人家有沒有發脾氣 下次這麼好彩 又被人認錯 聽到有人喪喊自己做養蜜的時候 靈摩臉便可 購買那個 見你給這樣的反應 一定會很無人 最多說一句 楊蜜都蠢 這樣做便一石二鳥 傻豬